原标题周星驰自曝新喜剧之王选中王宝强的原因 他既是巨星也是龙套周星驰的芯片新喜剧之王 日前在北京举行记者会 周星驰这次依旧指导不演男主角选中王宝强 被问及原因周星驰笑答 这部电影主要是讲跑龙套 但又需要一个大明星 就只能想到王宝强了 只有他既有巨星气质 又有龙套气质 可以说是龙套巨星王宝强 1984年5月29日 出生在河北省邢台市的一个贫寒的家庭里 在童年时期不被别人关注 在母亲的记忆中 王宝强的衣服都是他哥哥姐姐穿剩下的 王宝强因为看了李连杰的少林寺 才萌发了想要演电影的想法 六岁开始习武 八岁至十四岁 在亨南松山少林寺 做俗家弟子 在少林寺里 入门最初三年是基本功练习 冬季在凌晨五时起床 跑步夏季 则提早至四十周一 和周二是素质训练 从少林寺跑到登峰市区再返回来 几乎相当于一个半程马拉松 早上做完基本训练 下午还得学习文化测晚上 再将当天的训练内容 复习一次在少林寺的六年中 王宝强旨在过年的时候 回过家二十岁时 王宝强来到北京闯天下 在各个剧组 当武汉作群众演员王宝强刚出道时 也只是临时演员当年生活艰苦 没钱坐公车 只能够凌晨四点早起走路去片场 好几次遇了一个跑龙套角色一等 就是一整天 常常有时候没饭吃晚餐 只能够买五个馒头 冲击王宝强到处视镜 只为了能够演更多戏 不过 出身河北的他乡音太重 时常被羞辱 常常看到自己的履历被丢进垃圾桶 我还被嘲笑 连普通话都说不好 还想当演员王宝强坦言 看过无数遍喜剧之王 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也受到这部电影的激励 总算成为知名喜剧演员 记者会更首播陈百强的经典歌曲疾风 不过 周星驰这次将这首经典金曲重新演绎 只因为周星驰也是要说 自己刚出道时只是临时演员 低潮时就会听这首歌努力奋斗 别放弃相信自己你就是自己人生的喜剧之王 新喜剧之王很早之前就订的2019的大年初一上映 在电影海报上 一个背影手拿折腾摆出 维我独尊驾驶周围 飞舞着白鸽与树叶 周星驰作品五个大字十分醒目 新喜剧之王 重点就在于闹个新字 为了让观众在二十年后 能从这部影片中收获不同的惊喜周星时 在2015年就开始创作剧本 同时也在寻找合适的演员 直到一切都准备就绪才着手开启影片的拍摄 新喜剧之王的主演 剧情的保密工作相当完备 尽管这部一直低调神秘的电影 没有公布主角 但海报中的白雪公主背影 已经证实了 就是王宝强之前 新喜剧之王还叫D计划的时候 电影拍摄制作被弹公事表 就曝光了影片的故事更改 故事的主角依然是个龙套好龙套的小迪 最新钻研演技梦想成为出色的演员 即使生活贫困 遇上挫折小迪 仍然坚持到底一直奋斗 最后终于明白演技的真谛 成为出色的演员